大家好我是大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中国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你比如说这个共产党 大家都习惯叫它共产党 这个GDP实际上是搞地皮 搞地皮 那这个一带一路就是 一带一路 就是这边放贷那边贿赂你 叫做共带一路 那这样的文字其实还有很多 那今天我就想说一说 这个中国的烂尾工程 也就是一带一路 话说这个一带一路峰会结束了 习霸就突发奇想 要在中国全面烂尾的节骨眼上 搞高质量的一带一路 这个一带一路早年 它是习霸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 但现在却改成了倡议 你别看战略和倡议 这个两个字不同 但实际上它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战略是带有野心的 有进攻性的 比较主观 而这个倡议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就是相对于征求大家的意见了 那所以红社会呢 这么改啊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战狼外交 和真正的一带一路 让一些国家吃了闭门羹 那期间呢 还有这个中美贸易战 然后疫情 对 这个还有习霸的这个动态清零 堪称呢 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 也对中国经济呢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红社会早就已经乱尾了嘛 那这里呢我想和大家说啊 这个红社会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寄生虫啊 在国内绑架人民啊 和老百姓酸在一起 在墙外呢 他搞命运共同体 把这个世界和他绑在一起 所以他说世界好啊 中国才会好啊 这个中国好 世界才会更好 线游新生 你骗不了我的 所以啊 从世界的种种动荡来看啊 世界好不起来的背后原因啊 和他真的是有直接关系啊 因为他和世界绑在了一起嘛 是吧 而且呢 大家想想 一个人嘴巴啊 经常说 哎 要和谁谁谁绑在一起啊 这就说明他内心呢 是虚的啊 因为他怕这谁谁谁抛弃他啊 这就是为什么红社会宁可扎锅卖铁啊 也要大中脸充胖子 让世界带他飞 所以呢 万国的朝拜呢 像给习霸打了鸡血一样啊 老子再扎7800亿啊 支持老子自己提出的八项建设啊 好像花的跟他家的钱似的 当然呢 习霸呢 这么一撒币之后呢 世界呢 就看呆了啊 就纷纷就挥笔表示啊 对中国的大傻币表示堪忧啊 而国内一看呢 好家伙啊 境外势力这个唱衰我中国经济啊 那么老子得来一份这个经济报表啊 闪瞎你们的双眼 哎 让你们看看 我们的中国经济正在大幅度的恢复上升 还有这个摩根大通啊 为我们证实啊 我们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啊 你看这个老外都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好了 可是呢 中国老百姓呢 却在评论区里拆台啊 我给大家读一读 我家两个工厂啊 钱挣够了 也不想干了 卖卖机械设备退休了啊 这个网友啊 讽刺的非常高级 这个人说 主打一个稳定 八年前月薪五到六K啊 现在还是五到六K 现在国人基本欠债的多啊 特别是8090 车友群问了都有车 业主群问了都有房啊 这个网友也回答的比较高级啊 就我失业了吗 我不知道 反正我失业了 我孩子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 一直在打零工 其实啊 是我们的小老百姓肤浅了啊 这个中国经济确实是好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去年呢 我花两块钱啊 吃了四个苹果 那么今年呢 我花四块钱吃了俩苹果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生活质量虽然下降了一倍啊 但是GDP却增长了一倍啊 也就是说呢 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啊 越下降啊 这个GDP越高 明白我说这个道理了吧啊 简单而又粗暴是不是 那大家都知道了 红社会呢 一直和他觉得是好肌肉的这些国家呢 搞贸易顺畅啊 你比如说像和俄罗斯的这种礼上往来啊 不管怎样 这个俄罗斯呢是咱们的老大哥是吧 没有老大哥就没有今天的我啊 没有老大哥就没有新中国是吧 所以呢我们就抱着感恩的心啊 总是和这个俄罗斯搞这个贸易顺差啊 就是让这个老毛子多转啊 但是和发达国家呢 我们一定要搞这个贸易逆差啊 尤其是和全球投资中最冤大头的这个美国啊 就无论咱俩怎么干啊 老子一定要在你身上搞这个贸易逆差 现在这个欧盟呢 他也不干了啊 欧盟呢就直接警告他说啊 公众反感与中国的贸易逆差 如果欧洲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不减少 欧洲的公众情绪可能变得更加保守主义啊 如果中国不改善啊 那么欧洲政治领导人呢 可能会面临选民要求脱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压力啊 咱想想啊 这个贸易逆差呢肯定是很大啊 你不然怎么能把这个欧盟呢逼成这样对不对 政治呢威胁他说啊要和他脱工啊 那么大家想想啊 如果欧盟走了 美国退了 那中国的钱从哪里来啊 这个时候呢欠钱的还钱啊 欠债的还债 这是天均地义了对吧 真正的灾难他也就开始了啊 咱们知道啊 中国啊老板的钱呢都是从这个银行借贷的对不对 尤其是搞这个房地产的啊 银行的钱咋来的啊 老板性的嘛对吧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 中国的很多地方啊 如果你去取钱的话 它是受限的啊 或者说不让你取出来 那这就说明啊 中国的这个银行财政啊是出了问题 所以呢有了后边的这个四条红线啊 也就堪称四道杠啊 都是防止我们的大老板啊 从银行大量的借贷 然后跑路 那恒大的雷暴呢就这么来的啊 所以中国内部的这种借贷雷暴呢 就已经是有先例了啊 那么外部难道就没有了吗 是吧 红社会的一带一路 堪比美国的世界银行啊 只要建设期间呢 红社会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就发生雷暴的话啊 那跟他搞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 就跟着一起雷暴 所以呢我们看到啊 一带一路刚出了一半啊 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 那么往后的这些一带一路怎么办 所以呢他砸锅卖铁 他也得要完成这个一带一路啊 毕竟后面的围款还没有收上来呢 对吧 就是我付出了得有回报啊 你像斯里兰卡呢 就是一个例子啊 那大家其实都知道啊 这个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是破产的状态啊 而且他对中国的这个外债啊 高达70亿啊 可能还不止远远的高达这个数字 而且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呢 本来啊是想着能从这个一带一路啊 捞一笔的啊 像中国一样 搞到这个招商引致啊 但是中国到了斯里兰卡之后呢 主要的劳动力啊 他用的是咱们中国人啊 而且呢建立的港口啊 人家只是短暂的停靠一下啊 所以呢 整个他这个斯里兰卡 搞出来这个一带一路的港口呢 就跟装饰是一样的啊 所以搞到最后呢 斯里兰卡一看完蛋啊 这是不成正比的烂尾工程啊 钱赚不到不说啊 最后呢 他还为了还这笔债啊 只好将自己港口的80% 这个所有权啊 就交给了我们的红社会啊 同时呢还签订了啊 为期差不多99年啊 这个朱约的这样的一个大片土地 就转交给了中国 所以啊 这才是活生生的上权入国啊 这个东西呢 当然有好他也有不好啊 好的呢 是某一群啊 利益集团他赚到钱了 不好的呢 是没钱的 还是没钱 这就是红社会的魔力啊 还有啊 这个台湾朋友们啊 要开启这个服帽的啊 你就多看看别人啊 再想想自己 我们呢 之所以成为韭菜啊 就是把自己的能力不足啊 都寄托在了 别人对于我们的帮助上面 而且呢 看着别人有钱啊 总想当着别人的跟班啊 然后赚一笔 当然呢 这个一带一路呢 确实是有债务危机的 但是 只要有一个国家 收益 它发展起来了啊 那么所有起不起来的这些原因呢 都是因为这个人的能力不行 这个呢 就是动物世界的丛林发展路线啊 也叫做动物世界的一带一路 所以呢 红社会啊 很厉害就是搞这种模式啊 它就像传销一样 还有这个苏字币 或者是区块链啊 它都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呢 我想说的是啊 这个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线上啊 总有一些国家和一些人是受益的 但是呢 失败者啊 那一定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导致的啊 实际上你们也懂的 也许呢 它并不是能力不行啊 只是从一开始 它就被人吃定了而已 而且 别人看到了它 内心里的小算盘 你弱我强 你软我硬 你没钱 我有 但前提是 我们俩是一路人 这就是红社会的动物世界 丛林法则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